昨天上海全市进行了统一的24小时 30多个小时的集体核酸检测 今天出来的数据果不其然是相当巨大的 全市人民为这一次统一的核酸检测做出贡献 来自全国的近10万的医务工作者也为此奉献 其实每一个人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 就是配合工作 配合防疫安排 但是在松江九亭镇的仪警员 一位女子因为拒绝配合做核酸检测 被民警带走 此前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上门 通知都不管用 最终民警上门将女子带走 这个事情一看大家都是火气很大 这个女子自己还自以为是 很多理由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做 不配合工作 这个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那我们小区里面呢 也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在做检测的时候 他冒出来了 他说自己皇马了 为什么也是从来不做这么多天了 从来不做核酸检测 逃避检测 相信在上海有很多地方 人家都传说 很多从来不做的人 最近这几天纷纷冒出来了 所以这个确实看出来 在这个城市管理当中存在一些漏洞 但是也看出来一些公民的意识 非常的不好 一点不配合 这是非常要命的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尤其是传染病这样的风控来讲的话 全世界都是一个道理 只要是决定的风控 因为别人做风控这个决定 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做了决定 大家就应该配合 以避免出现漏洞 导致这样的风控一而再 再而三 希望这个女子的被警戒 这个警示其他人